各位朋友大家好,感谢您浏览我的频道,欢迎大家观看收听经典传说故事,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黄鹤楼莱莉的传说,如果您感兴趣,请您点点赞,关个住,谢谢,下面就请听我给大家慢慢道来,说在武昌靠近长江的地方,有一座山叫蛇山,这山上有一座尖顶飞檐的楼,这个楼叫什么名字呢?就叫黄鹤楼,说到这黄鹤楼,它的莱莉呢? 还得从旅动兵跨和飞天说起,相传八仙之一的旅动兵,比较喜欢旅游,在四川峨眉山游完之后心血爱潮,就打算到东海寻仙访友,背上宝剑沿着长江顺流而下,走着走着,这一天旅动兵就来到了武昌城,一看,哎呀这地方漂亮,景色真秀丽,一时间就把它迷住了,他心匆匆就登上了蛇山,站在山顶上,举目一望,就见对面那座山, 就好像是一只握着的大龟,正深的头喝着江里的水,自己脚下这座山,这好像是一条长蛇,挡着头注视着这大龟的动静, 旅动兵心想,要是在这舌头上,再修一座高楼,那站在上面观看四周的美景,那得多漂亮啊,可是一想,这山又高,拖又抖,谁能在这上面修楼呢,想了一会儿,有了方法,不如请几位先友过来商量商量,想到这里,旅动兵就把宝剑拿出来,对着天空画个圈,先发个朋友圈,一会儿和仙姑架着想云来了, 旅动兵赶紧把自己的想法,跟和仙姑一说,和仙姑一听就笑了,你让我用针描个龙画个风,那还差不多,要说修楼啊,那你还是找别人吧,旅动兵一想也是啊,一个女的怎么修楼啊,他又请了铁拐礼,铁拐礼一听就乐了,你要是头晕眼花,我这里有林丹妙药,你要修楼,那你命请高明吧,旅动兵一看,还得找岁数大的, 就请张国老,张国老听完了一摇头,说我就只会,到骑驴看账本,别的也不行啦,说完也走了,旅动兵想了想,这下完了,这八仙都不行,这哪里还有能功吵将呢,他正在发愁呢,就在这时候,天空中就传来一阵奇怪的鸟叫声,旅动兵抬头一看,就看见鲁班正骑着一只木鸢,就朝着他飞过来,还笑呵呵的看着他,旅动兵一看,赶忙迎上去,就把他买了,就看见了一只木鸢,就看见鲁班正骑着一只木鸢,就朝着他飞过来,还笑呵呵的看着他,� 自己的想法又说了一遍,这鲁班师傅就走下木鸢,看了看这山的高度,又打了一下地势,顺手就从坡上捡来几个树枝,在地上拆了下,下了又拆,想了一会儿说,咱明天早晨再商量吧,第二天一早,鸡刚叫过头边,这旅动兵着急啊,急急忙忙的就上了蛇山,到那儿一看,一座飞檐较动的高楼,已经屹立在山顶上,他登到最高一层,大声呼喊着鲁班的名字, 可鲁班眼影都没看着,只见到一只鲁班留下的木鸿,这木鸿身上披着黄色的羽毛,正用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他,这时旅动兵心情很好,很高兴,一会儿就摸摸这栏杆,一会儿看看楼下的江水很高兴,取出销,背着那波浪滚滚的江水,就吹了一首曲子,他一边吹销,一边看着那木鸿,这木鸿竟然随着他的音乐翩翩起舞,这旅动兵高兴, 就骑到木鸿身上,木鸿也很高兴,立即腾空而起就冲出楼宇了,绕着这座高楼飞了三圈,一声鹤鸣他就钻进银材里了,后来大家就叫这座楼为黄鹤楼,关于黄鹤楼还有一个传说,说是在一千多年前,有一位信心的老人家,在蛇山上开了个酒店, 经常有一个老道过来喝酒,可是每回喝酒呢,他都不点菜,只是用随身带的水果下酒,这老头就猜测,这老道肯定很清贫没钱,就执意不收他酒钱,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,这倒是也比较洒脱,也不再推迟,就领受吃了,说有一天,这老道又来了,这回他带的是橘子,用拿的橘子下酒, 喝完了酒,就用橘子皮在酒店的墙壁上画了一只黄鹤,画完以后就把这酒店老头找了过来,说老哥哥,频道我经常在你这儿喝酒,也没给酒钱,出家人讲因果,我得把这因果还给你,我用这橘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,有酒客来的时候,大伙拍拍手,这仙鹤就会下来跳舞,用这个抵你的酒钱吧,老道说完这话,一转身就不见了,这店里也有喝酒的客人, 好奇就想当场试试,对着壁画上的仙鹤就拍手,果不其然,那个黄鹤就展翅飞了下来,在店外空地上跳了一圈,然后就又回去了,这件事情可就传开了,这酒店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,酒都供不上了,后来店里的井水都被喝干了,这当地有一个贪官,他就听说这个事了,他就琢磨,我怎么能把这东西弄到自己手呢,我得想个招,想什么招呢,这贪官说这是妖孽, 借口说要出妖,命远要把那面墙壁移到官府去,可是没想到,这船走到半途中,黄鹤就展翅飞走了,这参观舍不得,就出去追,结果就荡身在了江中,麦酒的老者为了纪念这只仙鹤,就在原址见了黄鹤楼,黄鹤楼很不好见,必须得请高人,当时搞建筑最厉害的就是鲁班了, 鲁班接这个活以后,非常认真的对待,从鲁国一直到楚国,不断的到各地考察,考察完了就胸有成竹了,他在头上插个草标,在集市上要把自己给卖了,可是一般的来讲啊,这集市上卖人,不是给人做儿子,就是给人做仆人,这鲁班不一样,还要把自己卖给别人当老子, 大伙看热闹说这不扯单吗,谁没事买个爹回去,还真没想到,一个穷小子真把鲁班领回家了,这鲁班每天上山砍柴,砍完柴,就从里面挑一根最好的,挑成木鞋子,存起来,这穷小子也不知道,这是干什么用的,于是在做饭的时候,顺手就把一只木鞋子给扔到坑里了,鲁班一叹,叹了口气,说这可是无价之宝啊,将来一定能用上, 到了第一百天,这鲁班走了,留下一个条,这条上写着,放得千日货,自由变钱时,穷小子一看,捡这个干爹还走了,走了走了吧,自己过日子吧,三年之后,这蛇山上建造黄鹤楼,可是不管怎么弄,这楼都七扭八歪的,用鞋子鞋呢,鞋这头那头歪,鞋那头这头歪,把这些工匠集的团团转,这可怎么办啊,当天晚上,包工头就做了个 梦,梦里有神仙就指引他,说你明天去大集市上,有个卖蝎子的那是宝蝎,是鲁班留下的,用这个蝎子去修黄鹤楼,这楼就不歪了,然后再说这穷小子,干爹走了三年了,一算也到日子了,就把那些蝎子收拾收拾,拿到集市准备去卖,可是数来数去,都是99个,就缺一个,想起来了,自己扔到坑烧了一个, 这怎么办啊,随便就拿出个木头,依人样,他又给削了一个,挑到集上去卖了,到集上刚摆上摊,那头天晚上做梦被神仙指点的包工头就来了,一找这果然有,就准备把这蝎子全都买走,说需要多少钱,我给你多少钱,包工头把蝎子买回去以后,就往黄鹤楼上去订,可是怎么订都订不进去,心中暗想这蝎子不是假的吧,拿着蝎子就来找那穷小子, 跟那穷小子说,你这卖我的蝎子是假的,这不是真的神蝎,不是鲁班做的,穷小子一听,我爹做的这能有假吗,你放心吧,工头一听,说那你给我蝎上去吧,这穷小子,不爱动盘,这还得过江,挺麻烦,出门站在山上,对着黄鹤楼就把那蝎子一个个的扔了过去,99枚蝎子呼呼作想飞过长江,不久牢牢歇在了黄鹤楼上,只有一个木蝎掉到了江里, 就是穷小子消的那个,黄鹤楼因为少了一个蝎子,略微有些倾斜,但是也不影响他的牢固,好了,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感谢您耐心的收听,希望各位在收听故事的同时,能够帮博主点赞评论和转发,谢谢,我们下期再会。 我们下期再会。